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音音乐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 是美丽,美丽,漂亮 我们现在简化以后 底下这个罗不写了 这些上面这个部分 这个字在交括文里面 它的写方呢 构齐不一样 所以它的声音也不想通 在交括文里面,古文字内边里面 它是这么一个构齐 最主要的就是上面这个两个角很漂亮 这是一个罗的称名图 有些人认为呢,这就是 显示罗,它这个角漂亮 有的时候呢,这上面 是两个角,比如说是两只罗 底下画的这一个罗 是就什么一个,这一只罗 意思是在称上称对 两个罗,在交括文里面 这是一种写方 在交括文小字典里面 它另外有两个写方 一个写方呢,它是这样子写的 上面这个符号 这是两个很多古代的文写 所闻解释也好 生意也好 所闻解释举多也好 它都认为 这个上面,就是表示两个罗的皮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罗皮是古代的平礼 古代婚家的时候 那样法要向女方送平礼 去送两张美丽的鲁皮 作为平礼 为啥送两张,称上称对 所以这是一种写方 还有一个呢,它的写方 它是这样子写 上面是一横,底下是两个彻底的人 上面一横是一个指示符号 因为它们两人想同一个方向 意思是它们有拱隆的意愿 连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字 它有三种不同的写法 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有一个拱隆点 就是称上称对 指符这个字 在家伙们里面它的原意 不是指得漂亮 也不是指得美丽、华丽 而是指得称上称对 所以这个字呢 基本上到小传和历数开始的时候 完全就是承受家伙们这一款的写法 所以到最开始的解法的时候 这写了紧张的这一部分 下面呢 我觉得这个字啊 它不同文字的写法 来引试和大家一起分析 这棺门里面构形不一样 所以它的这个色域就是斗中色色 为什么这个字 它这个地方它是两个彻 这花了一个彻出来 这是一个楼的脚 还有一个楼的脚呢 它是花成这样子 底下楼的身体呢 这个字呢 也很简单 这是楼的脚 这里面还有一条楼的腿 底下是一个楼 这个楼的脚 这个脚和这个脚是不一样 实际有的任务是 这是两个楼 所以省掉了底下一个身体 一顶上的两个不同的脚 代表两只楼 一刷一对 家伙们里面它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在家伙们小子弟里面 上面一横呢 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连在一起 底下呢 它是这样 这就是两个人 一牵以后的两个人 用这个一横 把它们连在一起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 两张美丽的楼皮 底下是代表这种动物 这是很多的文献上面 它都谈到 这个字 是两张美丽的楼皮 所以这个字 在经文里面的写法呢 都叫中区的字 它写在这样一个 这笔一个楼椒 写在这样子 还有一个椒呢 写在这样 上面锁了一份 那就是和这个上面对应的 就是两个椒不一样 这个代表一个 裸的小尾巴 这是 就是说中期的一款写法 到春秋时期呢 它的写法呢 有时候变化 它上面这个裸的写在这样子 咱们写成这样的形 底下呢 写的一支楼 写的一支楼 它的这个楼顶 这个写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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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不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写的 写的这个字 写的这个字 这个字 把它翻开了 类似这样 写的什么呢 上面写成一个 写的这样 那就是这个字 这很明显的 就是称对称双 很清净之处 小尊的字 就是由这个字形 这样过来的 它上面就是写的这样 小尊 小尊 这个丽 就写在这样一个字 所以丽顺这个字呢 就是由小尊这样的引编过来的 从整个这个字 从一个个的一样的看 它的这个穿成的本 然后它是很清楚的 丽树这个字 也写的这样 丽树的上面 写成这样一个形体 丽树的上面写成这样一个形体 这个在章千贝里面 这个丽 是这样写的 这个丽树这个字 它就是由丽树这个字 它就是小尊的这个字头 这样子 底下写这个锣 加油 insert word 所以美丽这个丽 它的这个寡语 和我们今天 所理解的这个字的字意 有差别 今天我们说这个丽 漂亮了 古代的世界 这个教科文和经文的世界 它不是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称上称对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例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